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剂盒 试剂盒里有说明书 回收袋 采样式子 抽体管 样本提取页 检测卡 各拿一份待用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按说明书规范去操作 将抽体管固定好 拧开独立罐装的样本提取页 将样本提取页全部加入抽体管 用卫生纸醒去鼻涕 从柿子杆一端 小心拆开鼻柿子外包装 避免手部接触柿子头 头部微氧 一手指柿子塑料杆尾部 贴一侧鼻孔进入 沿下鼻道的底部往后缓缓伸入 1-1.5厘米 避免伤及鼻腔 柿子头贴鼻腔旋转至少四圈 停留时间不少于15秒 轻轻取出柿子 使用同一柿子对另一鼻腔重复相同的操作 样本处理 将柿子头完全进入样本提取页中 将柿子用力贴近管壁旋转十次 并用手挤压抽体管五次 以确保取样柿子上的样本洗脱到样本提取页中 盖上抽体管低头 用力摇晃至少五下 彻底混合液体 上样测试 沿铝箔带丝口撕开包装 将检测卡取出 平放于干燥的平面上 向检测卡的加样孔中 加入3-4D处理后的受饰样本 打开手机 开始计时 在15-20分钟内 观察显示结果 20分钟后 判读结果无效 检验结果解释 阴性 检测卡制控线C 出现一条紫红色条带 样本中没有检出新型冠状病毒抗原 但阴性结果不能完全排除感染的可能 应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政策进行后续处置 必要时 建议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阳性 检测卡检测线T和制控线C 均出现紫红色条带 样本中检出新型冠状病毒抗原 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请立即上报 并按防控规定隔离就诊 无效 检测卡制控线C 无紫红色条带出现 表明检测无效 请用新检测卡重新检测 尤其注意加样量是否准确 所有使用后的采样式子 抽屉管 检测卡等装入密封袋 按照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适行中的规定 进行妥善处理 染密封部 检测卡 当中检测卡 seven 产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